各位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等数圆周运动 这是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应用于转弯 转弯就不是直线 就不是等速度运动 转弯它就一定是有受力 那有受力的话 就可以用牛顿运动定律来分析 所以我们目标就是 要找出圆周运动需要的力 它的数学式 那这里呢 最简单的圆周运动 就是等速率圆周运动 像是等速率转速 转速固定的摩天轮 或是转速固定的电风扇 那或是像月球绕地球 地球绕太阳 那这些都是转动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 等速率的 就是没有越转越快 也没有越转越慢的 这种圆周运动开始 这里有一个物体在绕圆 它从A然后绕到B 那在A点它瞬间的速度是沿着切线 这可以从观察雨伞上的水珠 旋转这个雨伞 那雨伞上的水珠会沿着切线飞出 代表它那一瞬间的速度方向是沿着切线 那每一个点的切线角度都不同 所以它每一个点的速度方向都不一样 每一个点瞬间的速度方向都不同 所以它是变速度运动 但是它是等速率 我们讨论它没有变快 也没有变慢的情况 好那这里呢 又有另外一个物理量要介绍 就是角速度 如果说速度是位移除以时间 那角速度它就是角位移除以时间 那角位移就是描述它转几度 但是我们这边不是用1360度 我们是使用弧度 弧度就是弧长比上半径 弧长比上半径 这叫弧度 因为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两个单位都是 这两个音次都是长度 所以约掉之后就不用 不用有它的音次了 就会比较简单 那就可以不用考虑360这个数字 所以圆形角可以用弧度来表示 就是弧长比上半径 好那回到角速度 角速度代号是这个Omega 那它就定义为角位移除以时间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等速远周运动的情况之下 在等速率的情况之下 转一点点的角位移除上经过的时间 按转整圈的角位移除上整圈的时间 是一样的 因为它时时刻刻的转速都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等速远周运动的角速度公式 Omega等于t分之二拍 t是绕一圈的时间周期 那二拍是绕一圈的弧度 因为圆周长比上直径是拍 圆周长比上直径是拍 那现在圆周长比上半径就会是二拍 好然后再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速率 它的速率在这个等速远周运动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一圈的圆周长去除上 一圈的路径长去除上一圈的时间 一圈的路径长就是圆周长 所以就变成圆周长除以t 那很巧的是 刚刚t分之二拍就是角速度 再就是等速远周运动的角速度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把t分之二拍换成Omega 所以这是第二个公式 等速远周运动的速率或是切线速度 大小就是v等于R Omega 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找出它受的力的数学式 那讲到力就要考虑加速度 那讲到加速度就要考虑它前后的速度变化 那为什么是找顺时的加速度呢 因为它的速度不断的在改变 它的速度是不断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加速度是顺时的 会是对于这个等速远周运动比较好的描述 所以我们需要找速度变化 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它的速度方向不断改变 它并不是在同一直线上的直线运动 所以就会要算速度的变化 就会需要用到向量减法 向量减法 初速度是v1 后速度是 末速度是v2 把它做平移 平移成这样 这是两个 一个原来后来的速度 让它的起点相连之后 后来减原来就是从原来的总点 划向后来的总点 这个就是向量的减法 这个白色这段就是我们要的速度变化 好那这里就会需要用到一些技巧 就是首先呢 θ我们是要取顺时加速度 所以时间是趋近于零 那时间趋近于零的话 这个角度也会趋近于零 还有这个角度为什么是θ 这可以参考上面这张图 下面这个角度是θ 可以从上面看出来 上面如果转θ的话 这边就是90度减θ 对面这边就是θ 同学可以再多暂停看一下 所以v1和v2的夹夹是θ 可是我们刚刚说 它是时时刻刻不断改变 所以时间要取短 θ就会趋近于零 θ趋近于零的话呢 这个phi就会趋近于90度 对不对 因为θ趋近于零的话 这个等腰三角形的两边的角 就会接近90 为什么是等腰三角形 是因为这个v1v2是一样大的 它们的速率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个向量会形成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好那既然这个角度接近于90 那意思就是 我们的速度变化 会跟 我们的速度垂直 那也就是 加速度 会跟速度垂直 对吧 对不对 那所以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件事 就是 加速度会沿着法线方向 那就称之为向心加速度 因为 在圆上的法线 一定会通过圆心 所以 既然加速度沿着法线 那 它就一定会指向圆心 那我们就把它写的代号叫ac 好那 到这边 我们就知道加速度的方向了 那再来是它的大小 它的式子怎么表示 这里会用到一点这个极限的概念 如果这段叫l的话 在时刻很短的时候 这里先写第一个 在时刻很短的时候 这个电脑擦掉 时刻很短的时候 θ去近于0的时候 Δv速度变化 就大约会等于l 可是这个l是弧长 它看起来像是用 v为半径 乘上θ造成的弧长 所以l可以表达为 v去乘上 这个角度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得到 像先加速度ac 我们先看它的大小 它就会是 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那就会是 v去乘上 Δθ 除上Δt 刚刚不是θ吗 是因为我们可以 把Δθ 设定成Δ-0 所以 所以 就是一样的 这个我把它移过来好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像先加速度 把这个速度变化 用 用什么替换 写慢一点 把速度变化 用 v乘上 角位移 来替换 那 很巧的是 角位移除以时间 就是我们的 角位移除以时间 就是我们的Ω 在等数率的时候 就是替换这个排 所以 这里就会写成 vΩ 那 他也可以替换 就是把 这个 Ω 把v 用RΩ替换 就会变成 RΩ 再乘以一个Ω RΩ平方 然后如果把 Ω 用T分之2π 来替换的话 就会是 R 4π 平方 除以T平方 然后 也可以把 这个 Ω 換成 R分之V 根据上面这个关系 Ω可以 換成R分之V 所以 这里又可以写成 写成 R分之V平方 这就是向心加速度的几个公式 我们把它用 改一下颜色好了 这样子 这就是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那向心力 就造成向心加速度 所以 最后 写在这里 向心力 就是F C C就是 向心的意思 就会等于N 乘上向心加速度 这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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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向心的 这叫向心的 那到这边我们就介绍了 这个等数研究运动 它的 一些物理量 就是 角速度 T分之2π 还有 切线速度 切线速度 的大小 V等Rω 然后 还有 它的 加速度是 连着法线 那就称为向心加速度 然后再经过这个 时间很短 角度很小的近似 就是 就可以得到 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向心加速度 AC 等于 Vω 等于 Rω平方 等于 R4π 它只要乘上一个 质量 乘上这个 做等数研究运动的 物体的质量 那 就可以算出向心力 好 先介绍到这 谢谢